大家好 那個好不容易現在 我們已經進入到第九獎了 那這一個 第九獎這個單元 我們要 介紹給各位的是 一個叫做粗礦主義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都熟悉了 聽過了 後現代 通常我們在建築的 談論裡面後現代 後面很少接 主義 因為後現代本身是一個 發展的 的那個 狀態 他裡面 他的重點是談多元主義 所以他裡面包含了 各種的主張 所以他不太像現代 建築運動那樣子 他呈現的是一個單一的價值觀 當然這個重點也在這裡 現在主義花那麼長的時間來建立一個想法 但事實上 他們有一個很強烈 的價值觀 那就是以理性為核心 然後所有非理性的 都排掉 各位還記得我們以前 之前講過的那個 新 客觀主義 那個新客觀主義就是用理性 排除 所有 過去 我們對任何事物 既定的 理解 認知 或者是被傳授進來的 一些想法 就是 重新去面對 這一些 事情 然後我們在思考怎麼反應 給他 所以我們大概 談的就是 這兩件事情 那 在 上一個單元的時候我們談到現代建築 的時候我們 有跟各位提到 國際樣師 請各位幫我注意一下 現代建築是重點 就是 一個完全跟西方過去 建築思考的方向 完全 不同的一種 建築理解的模式 這種模式就像我剛剛講的 那個新客觀主義一樣 也就是要把所有的 過去的認知全部排除 排除開來 然後 重新面對我們當 下 所擁有的技術 所面臨的 那個生活的需求 也就是簡稱叫機能在建築裡面 就是這些需求 我們該如何給他回應 而這些回應 是反應在 在需求內部 真實的 狀態上 所以 什麼叫做真實的狀態 在 過去 我們有很多的 家庭的用品 家具的形態 那那些形態經過很多不同的世代 不同的權力 不同的價值觀的影響 他已經形成了一種類型 但是呢 現在 在過去的 在上一個單元的報告子 我們已經跟各位說過了 他們 就是把那一些固定的形式都拿掉 就是還記得我 跟各位提過的那個做椅子的例子嗎 就是如果 我們面對的材料是一疊報紙 那你如何做一張椅子讓人家做上去不會跌倒 如果你把椅子把那個報紙 捲成那個棍子 然後做成一張椅子的樣子 那張椅子一定是沒有辦法 去使用 所以到最後 所謂椅子 真實的本質 那就是 一疊45公分的報紙 然後 他 可以讓我們跟我們的人體 的尺度配合 跟我們可以接受我們的體重 所以他就變成一張椅子 所以完全不是你想像過的 有四根柱子 有四根椅腳 然後還有一個椅背 沒有那些事情 所以 但是 當他們這樣的觀念 去擴充 被帶到美國去宣揚的時候 那美國的評論家 認為 這樣一種 反回去最根本的方式 做思考的事情 他好像 已經超越了 地方性的俗套 地方性的傳統 然後甚至超越了國界 因為我們所有的人都是 同樣的人 如果你願意的話 也許你可以想想看 在 社會主義推行的時候 他們宣揚 工人無國界 其實這句話的背後也就暗示你 全世界的人都是人 所以他們並不是有太多的差異 所以那個 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的評論家就認為 這種還原到最基本的空間 型體 然後變成方核子 然後用當下的混凝土 當下 發明的混凝土 然後 那個 鋼鐵的激素 玻璃 讓空間變得更合乎 採光 通風 然後能夠談論到我們身體尺度的 這個合理性 那這種房子應該是 放在全世界都同的 所以他們就稱它叫做國際樣式 我們也跟各位說明過了 國際樣式 因為它牽涉到樣式這個字 所以它被 一個錯誤的理解 也就是 把建築 就變成理解過去的古典樣式一樣 以為它有 一定的章法 所以 那時候它提出的章法就是 第一個 建築應該上個 volume 而不是上個 那樣的一個狀態 透明清草 有 容量 容挺的 一種狀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不對稱 對 第三個 就是 同意空間本身是 彈性的 流動的 居住的空間 應該允許有不同的 彈性的變化 因為家庭的人口會變的 兩個夫妻 到生兩個孩子 然後到最後兩個孩子 離開成一新的 家庭 那那個房子本身 它必須能夠包容 這一些 時空 發生的 各種的 變化 或甚至 我們的生活的永續都在改變中 那它 它總要去 包容這些事情 所以 當然我們同意這三個觀察是對的 但是如果把這三個章法看成是 不能改變的 所謂的形式的原則的話 那就等同是對 現代建築最談最好談論的 行隨皆能這一句話的一種 一種 意變 也不能說它叛變 它就是一種 變異的一種理解方式 因為 行隨機能 我再提醒各位 那個 在 八號子的 新客觀主義的理解下 行所隨的機能是不變 是未變的 機能是個變數 隨著時空 隨著 科技 隨著我們的生活的 制度的狀態 那甚至我們對冷熱 都會有變化的認知 因為熱到不行的時候我們慢慢就養成一種催眠 就是這個 35度 還可以 如果你去問印度的朋友的話 他們覺得 已經不熱了 你知道嗎 他們每次 到了4月以後都是 大概要 40幾度以上的 這樣子 所以 這個事情裡面都會變 所以 現在建築已經提了一個非常前瞻的說法 也就是說 我們的建築 造型 建築 其實行不一定談 建築的造型 而是我們行之 意外的那一種策略 他們還 必須 為跟著時空的轉變而變 所以什麼叫做現在建築 照這句話理解的話 他應該是 很敏感的 掌握到 當下 發展趨勢 然後 形成 對那個發展趨勢 做一種回應 的建築 所以他並不是一種 固定的形式 像希臘絲 羅馬絲 供電絲 不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所以國際洋絲其實比建築 現在建築的推廣帶來某種程度的 傷害 對我們來說 那另外跟現在建築衍生的另外一個重要的事情 是CIAM CIAM是把 建築 那個現在建築裡面 他所 發展的這一種 跟著時空轉變很客觀的反應當下時空的態度 他從建築 帶到 都市的層面 然後因為 我們都知道 這個事情無論你 無論如何你都不需要記得 那就是 現代建築的 之所以要被談論 也就是因為 當時在19世紀後期 那個 工業生產模式讓工人 給工人帶來很大的傷害 不只是工資上的剝削 然後同時也牽涉到他們 從農民進到城市 然後找不到 合適的居住條件 因為以前的城市是給貴族住的 給貴族服務的 那一些服務業的人住的 畫家 音樂家 然後我只是那個 壞機師 醫師 所以他並不是給他們 那一些在被剝削的 低貼 無產的人住 所以現在電子最重要的問題 就談論 城市如何包容 這一些人 讓他們有一個合理的居住的狀態 所以這幾個是我們上次跟各位提了 提論的事情 所以 在那個時期裡面 現代電子的發展 我剛剛講的時候也應該把這個照片給各位再回問一次 這個是白院社區裡面 所提供的不同層次的居住的狀態 這是 空間最緊湊的工藝的模式 這是那一個透天那個 連動的模式 這個是獨棟的住宅 就是 雙瓶那個工藝 但是 接近是一種 就是 比較刺激的別墅的型態的構成 CIM要談的事情 是如何 供應一種 能夠讓大家都能夠 擁有 然後合理的居住條件 然後談論 他們的房子 如何排列 然後按照高度 高的 越矮的 他們的間距越窄 越高的他們的間距越大 然後這個是為了讓他們得到足夠的陽光跟空氣 因為中古世紀的城市 幾乎 都是 很狹窄的 很高手的道路 缺乏這種 理想的狀態 現在呢 在 現在建築 在1928年30年 就是形成的那樣的白院設計 如果我們 在 做一個 檢要的 建築史發展的 分類 分歧的話 也許 你可以用 白院設計 在1927年出現 有些寫27有些寫28 因為建築的完成度 其實有一個 很大的range 因為有時候他寫的是設計 有時候寫的是完工 那在192728之間 如果 白院設計的成立 算是現代建築的居住理想的一種 一種完成 因為那個社區包括了各種不同層次的居住的狀態 然後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會發現 我們從第一個單元跟各位提到 8號史的時候8號史是第8個單 我們發了8個單元才能夠把1851年 開始 的一種 建築構造的變化 然後經過這樣的一個 半個世紀的時間超過半年 超過半個世紀 然後 才能夠達到一種新建築型態的 完整的 呈現的話 那我們必須要跟各位講 就像我們今天用的手機一樣 我們的手機 高科技到幾乎兩年就要換代了 你知道嗎 其實 是從工業革命開始下來的時候 這個世界上的那種發展的端落 其實越來越快 過去中古世紀該一個造成可能要40年 但是現在只要三年 以後多久 如果再更快也不知道 反正在那個科技越發達 然後傳播的訊息的能力越發達 然後知識的發展就越快速 因為更多人知道 同樣的訊息 然後更多的 在不同地方的 有智慧的人 都會 同時冒出來 所以現代電圖真正發揚的時候 是在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剛剛我們談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跟他的結束 在當時來講 是 人類最大的浩劫 因為 那時候死的人 幾乎過去西方的 戰爭裡面都沒死到這麼多人 但是到了二次大戰的時候 全球死的人 可能更恐怖 所以在歐洲也被 因為那個 飛機的戰術也多了 所以你會看到 像德國的德勒斯登城市 或者是 荷蘭的 那個 露特丹 露特丹在二戰的時候幾乎被產成平地 所以你今天去露特丹 你看不到幾個古老的房子 露特丹是在二戰的時候 漲成的 你懂得知道 所以他是一個現代 九一建築的城市 所以在那個時期裡面 他們需要大量的居住 所以我們開始看到 在那個時段 在這個時期裡面 歐洲 開始蓋很多 這一切 我們曾經在 那個 柯比義 的那個論述裡面 柯比義的那個論述裡面出現了這一些摩天大樓 然後改變城市 還記得當時說 會把巴黎的 那個靠近旁邊都中心那些附近 整片產坪 然後蓋成這樣君子的房子 對不對 那一說 聽起來是天荒夜譚 但是在大戰結束了以後 歐洲都蓋起來了 這些蓋起來的時候呢 就是說蓋的時候 是大家都認知到 高層發展 然後那些高層建築物的分動的距離 他可以給大家一個合理的基礎的空間 然後大家也可以住在花園裡面 就是住在大安森林公園裡面 所以充滿了綠意 但是當他們完成了以後 沒多久大家都發現一件事情了 因為這一些大量的空地 其實晚上會變成危險的空地 然後這一些高層發展的房子 被公園圍繞的房子 會變成他們的 的居民 會每一棟的房子 跟另外一棟的房子會變成 很清楚的隔離的狀態 就是這一種隔離狀態 就是你回家的時候你甚至 都看不到 適度的那一種街道的商店 人的停留活動 像我們今天去巴黎 我們會很喜歡看到他們 那個人行道上 有人坐到那邊喝咖啡聊天 就算我們不坐在一起 我們也感覺到 好像跟大家在一起 但是這個城市完成了以後 除了在概念上 物理條件很完整 然後但是 它會變成一個很不絕的狀態 就是完成了以後 進出了以後 才看到的一種事情 那這一些另外一個 這組房子目前都還在 最近 我看那個為了做這個查的資料 最近還有一個公司 就是把它整個賣給別人這樣子 那這一些房子 是很有效力的辦公的商業的空間 但是蓋完了以後 我們才發現 整個城市都是這樣的一種 相同的建築並排 其實它不是一個很愉快的城市風景 所以在那種狀態裡面 現在建築 反而受到了評論 在這個評論的過程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關鍵 那就是 巴西在戰後 為了 其實巴西在戰後出奇的時候還蠻有錢的 所以他們覺得他們很有錢了 所以他們要 寬首都 他們搬到巴西里亞 但是我們今天談的時候 巴西印象中都不在這個巴西里亞這個首都 然後他們就找科比毅做指導 然後跟他們的年輕建築師 規劃了這個城市 這個城市 這條中軸線 那就是 這一條中軸線 然後旁邊的一些就是早期的 那個城市的街坡 那目前發展都已經到這一些地方來了 飽滿的 然後他們的住宅區 你看這個 這個遼侃圖就知道 這個是最近拍的 你就會發現 他們當時的該法 就完全反映 科比毅所想像的狀態 就像這個大街坡 就是科比毅在 20年代想像的都市的理想 就是這些房子 同樣高層 然後變成了一個群落 然後裡面有那個綠地 然後外面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一個非常 茂密的森林的那個道路 所以其實 蓋完的時候的照片之中間這一張 你會看到的事情就是說 好像看起來 他變成整然有序 然後空氣 從物理性的看法 那個角度來看 他們都是 非常照顧的良好 但是 事實上當你 像Google Google Map那樣 你把你自己這樣放在這個街道 然後你這樣圍頭試看 你可以回去做一下這個動作 你就會看到 這一些空間裡面 其實 不見得是安全的 因為旁邊的 社區 他們有自己的 那個領域 然後其實社區的人跟社區的人 兩棟之間的人下來都不見得是認識的 所以他們會變得在一個很像 大安森林公園的 的環境裡面去走動 而大安森林公園 我們台灣到目前為止 凌晨兩點都還有人在那邊打球 這是他們歐洲人來看到的時候 會覺得匪夷所思的 但是你在歐洲 那一些大的公園 到了太陽下山 沒什麼建議你走進去 所以其實他們 在一些新的社區裡面 他失去了一些事情 譬如說在西方的街道 我們現在去巴黎 或是去他們任何一個歐洲的小城 我們都喜歡在他們的街道上逛 會看到各社各類的小商店 你懂得是嗎 然後如果你想像你是那一邊的居民 那你很可能對商店的老闆都有認識 就像我們樓下的一些討餐一樣 然後 你還可以跟他打招呼 然後他們還可以 不明顯的跟你有太親密的行為 但是在他們腦裡 他們都知道 你們就跟他一起在這個社區 有這樣的一種共同感 但是這個社會裡面 好像 到今天 都缺少這個共同感 這是 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 柯比毅 現在我現在用這個案子來做例子 就是有點跳到粗獷主義 你暫時不要管他這個清純鮪魚土 柯比毅 想像中他要在這樣的 他理想的城市蓋的房子 有一個模式 就製造 這棟房子裡面 其實是 在一個坡面可以看得到 兩層樓 上一次電梯 這是一個很理性的思考方式 就是他不是每層都停 然後他為什麼要都這樣 因為他希望他們的 他的 他的居民在這裡 他們不是 住在我們想像的 像List做的 在白岩設計做 就是我們今天的公寓那一種 就是一個樓梯上來 然後你的房間在這裡 一個平面的 他們叫 一個平面 然後你的房子 生活都在這裡 所以這種在西方的人的腦裡 他們就是一個叫做一個公寓 然後但是 他們想要的 最理想的狀態 是一個住宅 但是住宅的話 我們馬上想到 落在地面上有自己的透天 這叫住宅 但是 在那個時代裡面 柯比毅想要給他們住宅 但是 也 注意到他們不能夠 賺 擁有這麼好的 條件 所以他建議 高層的房子 裡面的每個單元 都有 兩層 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 我沒有刻意給你安排 所以說其實這個照片有 大家放出來 也許你們看得比我清楚 這一個灰色的面是一戶 然後下面這一個白色的面是一戶 那我貼黃色塊的這個地方 是那個 這一個區域是廚房 然後外面是廚房 外面的陽台 工作陽台 所以底層的部分 工作陽台在右邊 然後 左邊呢 左邊他這個空間有一個跳空 柯比毅的住宅很喜歡這一個動作 那就是說他 那個跳空是用來暗示著 他想像中 空間可以水平流通 然後可以垂直流通 然後這個空間出去的時候有一個跳高的陽台 那個是他們的全院 就是他們可以在上面種花種子 中花你上次你已經看過 中花跑在建築物裡面 其實柯比毅就有想過了 並不是說 那個今天我們談綠建築才有 而柯比毅當時完全不知道 所謂的綠建築的狀態 他知道跟空氣有關 然後他知道那個 他當把人住在高樓的時候 他還希望他有 別墅的感覺 所以他會做加乘 然後讓他們陽台上面有一個花園 那屋頂花園就變成兒童遊樂場 所以他 希望這樣的一個一組機械 就把所有的生活行為包括 他很喜歡 郵輪 所以他其實就把這種一棟房子當作郵輪 來處理 所以上面的干擾就相反 所以他們長項 這兩個平面裡面的用途 他會有一個適度的 的變化 但是很貴 關鍵在哪裡 這個房子被 批評的地方就在意 你電梯出來以後 中間的這一塊 藍色的這一塊 就是這一條通道 下面這個照片的通道 這條通道你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兩側無人的 你今天可以去參觀馬賽公寓 馬賽公寓你可以住在上面 因為他有一層已經變成 那個旅館層 然後但是有一些人在上面 做民宿 你可以去 他進出來的時候就很像個旅館一樣 他空的 所以柯比玉來講 柯比玉不在意這個事情 柯比玉也許在想像 就這一些以前 應該是 很延綿 在一塊大土地上的各自的別墅 所以你從城市為家 你也是經過一場很長的 那個車道 然後中途也就是自己在開車 然後到最後 你就到達你家門前 然後你家門前有 有利域 有自己單獨的 這個樓層的空間 所以他現在變成一個垂直的別墅的話 那他這個就是你開車的那條通道 不就是嗎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一直很 很沉悶 他反而是一個 被安排的步驟 對他也許是這樣 這個很沉悶的步驟 你回來經過這個地方 然後門一打開 門一打開你就看到 你家前面的那個大面 落地玻璃所看到的 田園的那種大量陽光進來的狀況 所以空間一收一放 也許會把後面這個變成襲擊性 但相對的 就變成那樣很 很匿名的狀態 所以這個匿名的狀態甚至會到 讓你覺得 你碰到一個人在這個通道走動的時候 然後你會慌 我不曉得你會慌 最少我自己個人的話 我那個天梯間裡面 那個樓梯間一聽到 隔壁的人要出門 我就不要動 我就等他走掉 或者我們就擠在一個小空間裡面 就很尷尬 你懂得知道 所以這種狀態裡面 就是常常被後現代的人 在詬病說 這房子沒人性 因為他變成 很機能性 因為他們 不太能夠 就不太幫科比醫去想像 這種沉悶的過程 就好像我們經過血碎很長的沉悶的過程 然後突然出血碎就看到 整篇南洋平原 的那一種虛偽性的情緒 他們也許 沒有那個興趣 所以在那種狀態裡面 他就被批評了 比如說 我們開始想像說 我圍到家之前 我會經過一條小巷 小巷旁邊有麵包店 有那個 蜘蛛攤店 炸雞 然後我可以順便買點東西 回去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現代建築物 在這個時期裡面 他開始 被 就是當 當你跟新古典主義對抗的時候 你的 這一種 樸素 是為了給他們 低階層的人得到更好的 居住環境 那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面對的新古典主義那種 辦藝術型的 的住宅 我們住都住不起 所以 如果沒有人幫我們忙 然後重新詮釋居住的 基本狀態是什麼 那我們就 只能夠在他們那一邊 的房子裡面 把那個豪華房子 隔成很多陰暗的小風天 但是 當那個 對手沒有了以後 你單獨面對的現代建築 所給的事情 你就會看到我剛剛所講的所有的缺點 因為 你沒有 一個對手 然後你的對手就是你自己 你走在那條道路上 你會恐懼 你想想看 以前台灣也有做工藝是做中間走道的 但是後來為什麼打死都不做 因為 我們台灣有一個特殊狀態就是會把收集 的家具不丟放在 中間走道上 造成走道的 不通 就像我們其後不通一樣 所以 這件事情裡面就是 他會 他當你沒有的時候 那現代建築 過去的優點可能 都被用 缺點的方式來理解 好 那 這個是 發展後的一個狀態 那現在我們開始出現一個新的夢 情形出來的 我們請各位 幫我把紅腦袋放回去 我們上一次談的 白院社區 科比義的白色房子的時期 1927年的時候 然後 這一些房子 他們面對著 那個新古典主義充滿了 裝飾 虛偽的裝飾 然後 很華麗的樣子 很熟悉的樣子 那當時這一些 樸素的量體 然後透過去虛實對比 你知道蒙德里安的話那樣子 所形成的一種 冷靜 然後但是 又能夠反映內部活動的 能量 的那一種隱約的動感 那我們覺得 這一些房子 應該是不錯 但是 你要知道 我們現在請各位看到這兩張都是高手座的設計 如果不是高手座的設計的話 你再回想一下 八號子第一期做展覽的那個 笨笨的方盒子 有沒有 一個施方的盒子 然後開幾個洞口 所以裡面的空間 他們在全是裡面空間 當時他們沒有全是外觀 所以那個外觀本身 如果大家都做這樣的一種 所謂的有闊湖的樸素的房子的話 那 難免 他們會懷念隔壁 那個新古典主義 或是帶鄉土異味的傳統式的房子 因為那個看起來比較有形 我們 現代建築就反而沒形 有形的建築師要 很高超 因為 你在一張白紙上打格子填幾個 那個三原色的色塊 你能夠填出 像蒙德里安那樣的話 那就很了不起 你懂得知道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 所以 因為 現代建築是 講究理性 所以 他們雖然想要用普蘇的方式 來讓 那個 低階級的 那個人 那個民眾 他們得到適當的手 但是 低階級的朋友反而會覺得 他不知道 怎麼看 這樣一個方盒子的美感 就像今天抽象畫 很多人都不知道該怎麼看 你畫一個美女 我都知道我要看什麼 你畫一個盒子 放幾個色塊 我不知道 你要我看什麼 所以如果沒有 所以在那個事情裡面 我們會發現 在 大概在這一個 在一個 1930幾年的時候 1940年的時候 我竟然忘了 1949年的時候 1949剛好是 那個國共戰爭 結束的年份 這個叫做 阿斯特的這個建築石 這個是在 瑞典 瑞典的現代建築的發展 跟西歐就是 那個先天的 那個 西方 的那個法國 德國 荷蘭這一區 這個圈子是不太一樣的 他們的 感覺比較自然 比較偏愛自然 所以他們對現代的接觸 其實他們是比較緩慢的 然後所以 他 後來他們也接觸了 然後他 基本上阿斯特這個建築石呢 他的 他的身體裡面有一半是新古典 有一半是現代 如果你去 他們那時候 看他 設計的廚書館就知道 他 這不是他設計的房子 是他朋友設計的房子 然後他在 評價 那這棟房子的時候呢 他發現這棟房子很有趣 這個房子的量體是四方的 如果他全七層白的話 那就是剛剛我們看到 科比一的那種房子 然後你看到他開的窗口 這個正面 他開 他開的窗口 是水瓶窗的 然後如果是白的 開個水瓶窗的 那就變成 是這樣的東西了 你的味道 他其實這個案子有現代的味道意味在上面 但是這個房子的很特徵很大的特徵就是 他放棄用混凝土 然後他用磚 然後直接把磚的紋理露出來有點像國氣潭的紅屋 但是他這一次並不是因為觀念上 不知道未來的建築是如何 紅屋是這樣 所以他只好用農村 把那個用農村習慣的省略的方式 把紅磚就是不粉磚就做出來了 但是他呢 他其實是刻意 他用紅磚做 然後他的窗口撐出來的時候 如果 過去用紅磚做的房子 就撐不出這麼大 長的面積的開口 我們上次說過 那個磚造的房子要用狗 或者是用瓶狗 但是這麼大寬具 他一定失敗 所以他 鋪入了一個材料 讓他做他是一個鋼料 他有一根類似X型鋼 那個鋼鏟放 放在上面 作為糧的支撐 所以在現代的時代裡面 可以開這麼恆寬的倉 就是有兩個 原因 一個就是我們可以用混凝土糧 來支撐 然後另外一個就用鋼料來支撐 所以他放了一個鋼料在這裡 所以其實看起來很簡單喔 然後旁邊這個地方的入口 他用木頭搭了一個 類似的一個 玄關 的門廊 然後 在這個地面上我們就看到三種不同的質感 紅磚 鋼 的 那個 材料 然後看到版社 的那個 那個 那個門廊 所以 這一些材料其實用起來他都很樸素 他並沒有雕刻 做古典的適樣 而是讓他們這些材料很直接的被曝露出來 所以在這種狀態裡面 如果都全白 那就沒花好講 但是這個建築師卻重新開始讓立面 透過這些材料 產生了 我們跟我們面對白色的房子不同的 一種內在的 情緒反應 就是說紅磚 你不知道你內在會反應些什麼事情 他紅磚很實在的用 但是如果你看到紅磚 你會想起傳統的房子 那就是你的記憶帶動的一種情緒 然後這個水瓶窗口 你會發現他用新的鋼的材料在做 然後鋼料跟紅磚的差異 會形成立面上的 擴護 裝飾 裝飾性的 的那一種效果 這時候也把裝飾框起來的意思是說他沒有在做裝飾 他直接把材料的對比 形成他建築的 多層次的那一種質感 然後產生 裝飾性 類裝飾性的效果 所以他比那個白色的房子 在立面上 就多了很多 腦洞裡情緒的 元素 然後白色的那個漆的木頭也是很合理的在使用 也沒有用古典方式在用 所以他們刪著 都很原始 然後直接放在那邊 所以他 但是呢 他會造成你心裡面的一種 咬動 所以你看那個室內 室內其實跟我們看到的那個現在建築的 狀況沒有 什麼兩樣 他的 他的那個生活空間就在二樓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室內就在二樓 你像他鄉區的時候 這個設計蠻有趣的 他平面 他是 沒有光平面 平面 你進去了以後 其實這一面向後面是廁所 然後你轉進去 這個面的背後看後院的時候 才是他的 那個正面 然後他的大面開口 看著他自己安定的後院 然後中間廁所 跟客廳的中間就是樓梯 樓梯上去了以後 就是一個大空間 一個取機師 就是這樣照片看到的樣子 然後搭這個水瓶窗帶來大亮的陽光 然後空間變成一個很 很開場流動的狀態 其實室內都是現代感 但是外觀 輪廓如果拍上黑白照片也是現代 只是他多了個血汙頂那是 過去 然後但是 這一些裝飾心裡面 他都是現代中帶有 維護到一些情緒 所以那時候那個阿斯本就稱他這個朋友的房子 叫做 新粗獷主義 因為那個時期裡面 他們的時代 有另外一種做法 比較 比較粗 粗壯的 方式 我們現代電圖沒有把它拉在裡面 然後那個方式他們稱叫粗獷主義 過去 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第一個引進 這一個名詞的 那個老師 他其實會處在一種混亂的狀態 因為這個字眼可以翻成粗獷 然後蠻橫 也可以變成野獸派 的那一種繪畫的那一種 那一種很 很直率的情緒的一種表現的一種繪畫方式 所以他們一直在模糊 不過我們今天大概 就給他定中文就稱他叫粗獷主義 粗獷主義 這裡他談的事情是就像這棟房子 你會覺得他蠻文雅的為什麼叫粗獷 因為英文的 那一個粗獷 他們談論的事情就是 他表面上 很有質感 就是那一個像你看那個美食節目有沒有 他們會告訴你說我們吃下去的東西 很有層次感 他就用 那一個 那個字眼 所以他其實就是 相對於現在建築 白色水裡面的光滑 他們產生的 摸下去 那一個清水紅磚而且還不是用清水的 用那一種比較粗獷的磚 摸下去的時候會有質感 有那個凹凸的質感 然後你視覺看過去的時候有紅磚有鋼 有木材 所以材料 的那一種不統一 然後不均質造成我們視覺上的一種 質感 那個叫Tect 就是那個質感 那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在那種那無論你在視覺在初覺 他都帶有的一種 跟情緒 就是平滑的情緒相撐的一種狀態 這樣 所以在 其實Aspin本身並沒有參與 這樣的一個談論 他只是對那棟房子 然後給他 不錯的評價 然後用這樣的一個字眼 來形容他 他所呈現的那一種狀態 然後但是 這一對夫妻英國的Smith夫妻 Smithson Smithson 又看到一個錯字 我們兩方都看 都看抓漏 因為我們在中文在我們念書的時候 這個字不斷的被翻翻來翻去 OK 好不要怪別人 這我錯 OK Smithson去看過這棟房子 然後他感知到 那一棟房子跟 他所熟悉的 現代主義主流的 白色盒子的房子 有不同的事情 Smithson 這對夫妻 其實 他們是在 大概在20年代的時候 成長的 所以 當他們在戰爭結束的時候 他們大概是 30幾40歲上下 所以他們其實是很相信 現代主義的 非常 敬佩現代主義 他們本身也自認識現代主義的人 但是 他們 從 科比一他們那個那一年代的建築師所創造的環境 然後成長過來 他們對那個環境的想像 有了一個不同的 看法 就是世代的差異 然後他看到這棟房子的時候他覺得 這棟房子很棒 而且那個 那個 他的形容也很棒 因為這棟房子 內在 滿足所有 現代主義談論的元素 用鋼 用玻璃 用這一些 貴律的素材 然後產生一個 用現代的結構模式 產生一個流通 流動的空間 而且 先生很好 但是同時他比2020年代的建築多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 他讓各種材料 的本性 在建築的表現上被 呈現出來 也就是他們各自的獨立感 存在感 然後讓建築的立面 更多了一種聲音 那個聲音他覺得說 好像可以打動 人的聲音 因為 理性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去 很 很甘願的去享受的事情 因為理性會把很多的事情都看開 我以前最喜歡跟人家講的就是 那個 別人的小孩生出來的時候 你不需要恭喜他 因為 他一出來就注定要死掉了 你知道嗎 高興幹嘛呢 你知道嗎 然後他要死了 你也不要哭 因為 他一出生就注定要死 現在他死了 你還在哭幹嘛呢 你說 你早就知道了 你很理性的話 你都知道了 所以事情 就不動 勝色 沒有情緒 但是 現在他們會發現 其實人是有情緒 其實 人之初就是性本見 你給他亂 然後他就懷念靜 你給他靜 然後他就想要動一動 你懂得知道 所以其實人 很難 去 去儲 去相處 所以科比一才說 建築是住人的機器 他不是說要做機器給人住 而是說 他人的情緒 比機器還要複雜 所以你要做建築 你必須要做一個固定的動作 但是你必須要考量他 能夠包容他 在 還活著的時候 然後白天到晚上 然後一年一月 之間情緒上的變動 你都能夠 讓他在裡面被包容 所以跟設計汽車 還更困難 這樣子 所以 他就覺得說 這個事情是 是很棒 所以 在Smithson的夫妻的作品以後 我們會看到 他非常手行隨機能 然後他非常愛 Miss的作品 然後 但是呢 他好像從這個房子開始 他有了一個不同的詮釋 在建築史上最有名的 Smithson夫妻的作品 作品就是這一個 這個學校還存在 Hansson的這個學校 這個學校你看這個照片 他是用鋼架 填磚塊 如果是不開窗的話 然後開窗 他是填 玻璃窗 跟 鋼板 然後來形成台度 所以他整個的房子到室內 你可以看得出來室內 這一些天花板 這些鋼架 完全就是Miss用鋼架的模式 我下面放了這兩張 Smithson在美國的IIT 那個校園裡面所做的校舍 跟他的教堂 你可以看得到 那個 Smithson夫妻 在這個案子裡面 處理的手法 出看 之下 他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Miss的做法 但是他還有一個動作很特別 這個動作就是這張照片 這個案子裡面最有名的照片就是這一張 這一張他做廁所的時候 他在這個鋼架的環境 他用鋼架 電子的洗手台 然後那個水管 然後他怎麼樣接到地上 然後這些管子全部都鋪露出來 過去現在建築不鋪露這件事情 雖然過去現在建築都台了 行水技能 但是我們談到行水技能的時候我們談的技能通常就是 他的客廳啊 廁所啊 所以我們上一次分析那個8號室的校長之家 我們會讀他的立面的水平窗 安視著裡面的功能是一個比較隱密的 他的垂直窗就好像後面是個樓梯間 他的空間的流動是往上的 然後他一個大的方窗 那就暗示是一個房間 停留的 所以那個窗就是方的大的 然後跟旁邊的綠地 然後做那個對話 這樣子 但是呢 現在你會看到 他連所有這些設備 都把他鋪露出來 他的理由是什麼 他的理由就是說 行不是要隨技能嗎 所以如果我要看到那個洗手台的能夠運作 那個洗手台就是有水管要進來 要排出去 如果那一些水管要排進來排出去你不讓我看到 那就要等同是一個 一個隱密的秘密 一個黑箱 所以就不夠靈性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 透露出來 而且變成美學元素的一部分 就很像這個房子裡面 這個 鋼架代表著這個框架的結構的支撐 然後那個填充的牆 他不支撐著整個框架 他只是隔絕內外 所以他就是一個面 所以框架要看得出來 如果你把框架跟那個牆都做成同一種材料 那就好像在暗示別人說 你那個是一個box 所以他不是 那個柱梁跟牆的組合 它是一個神秘的盒子 所以這個某種墳墓對他們來講 對他們的權值就是不是行隨機能 而是你製造了一個神秘的空間 跟那個新古典主義的建築是同類型 所以他必須要把建築這個框架都露出來了 Mix都做到了 但是他們更進一步就是 把裡面的設備都 都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獨特的狀態 那那時候他們同路人 這一組 這一種 社會住宅目前都還存在 所以到英國還是可以去看得到 這個社會住宅裡面是 那時候會滿足他們的 那個 那個 戰後 他們要大量給他們一個中低階層的人的一個居住的狀況 給他們爭低一點的 也許在說 或者說你們看到電影的時候 有一部 以前有一部電影叫做我的左腳 有沒有 那個我的左腳的主角就是 住在英國戰後 紅劍的住宅裡面 用紅磚 然後非常低矮這樣子 那時候低矮到什麼程度大概是2米多吧 手就快碰到天花板 為什麼要那麼矮 因為他們覺得 如果坐得很高 他們又很窮 那冬天很冷 然後那時候要那個暖氣會很耗冷 所以他們做矮一點 結果我們台灣那個時期在50年代 中興新村 我們政府要移過去的時候就開發了一些新村 然後他們就學英國的 就做了很矮的平屋頂房子 結果我們跟他們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夏天的時候那個水泥板的吸了 晚上的時候就散熱 所以把他們都熱昏了 所以到最後那些平屋頂全部都加血屋頂 這個就是 我們沒有行隨機能 這不是代表現代建築師失敗 是我們 做設計的人沒有理解行隨機能的問題 這個房子裡面 很具有粗曠主義的表現的 不單純只是他的那一個粗曠的磚塊 這個磚塊其實是 蠻蠻漂亮的 他不是紅磚 他有點像黃磚 今天都還在 然後你看這一個樓梯間 就是這個樓梯間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 他強硬的承動是用磚 構築的 因為窮 因為那時候物質缺 所以他們就回頭去用磚 現代主義者用磚 跟古代的人用磚不太一樣 MISS早期很愛用磚 但是MISS把磚的規格當作模具 所以他不是說 把磚當成古代的人想像的作為一個填充材 而是他把磚當成一個模具 所以那個模具 所以後來我們 包括台灣在內 其實日本人都很在意那個穿磚的尺度 所以他磚的尺度如果你配合器磚的方式 他就會變成一種模具化的狀態 然後他本身也 有一種 審美的感覺出來 所以他底下是用 垂直承重 他用 磚做承重槍 然後但是要粗條 這個樓梯上幾步了以後有一個平台 然後要粗條出來就是粗條出來這個平台 然後出來的平台要懸貝 磚不能做這個懸貝 所以他用混凝土 然後他的混凝土呢 他是鋪路形的混凝土 我用的這個字眼我很喜歡用這個字眼 現在人家都不用了 現在叫做清水混凝土 這清水平台 好文雅 他們其實就是出鋪路 裸露的混凝土 然後裸露的混凝土要上來的時候 然後他變成窗的時候呢 他的窗呢 就變成尾木牆的窗 要讓他體重 這個重量變重 所以他用木頭框架 加玻璃 所以在這個樓梯裡面你就會看到紅磚 水泥 然後跟框 然後形成一種 一種 組織的狀態或者是對話的狀態 然後上到樓上去的時候 你注意看這個平面圖 這個平面圖是 從這裡一上去了以後這是一樓 所以下面有些點點點 然後上來的時候你就會看到這個平面圖上面 其實他有一條通廊 把你送到各戶人家的那邊去 但是這條通廊 他是變成一個 窄 這個收縮的一條天橋 你知道嗎 這條天橋 他為什麼收縮 因為這個 天橋是一塊水泥板 無良的水泥板 然後水泥板的話 垮距太大都會掉下來 所以他在這一個段落裡面 有一些段落裡面 就是透過這一個 牆面跟這個樓梯的這個 這個支撐牆 然後他就開始 放一根樑在這裡 然後這個樑 然後把架在上面 所以整個 空間 以前我們會把他就是樓上 我們幹嘛要這樣 這樣去做他 我們把他填滿不就行了嗎 他刻意不填滿 就讓你知道說 其實這棟房子 你還記得那個洗手台嗎 所以 這個就是 那個洗潮 跟那個水管 他就讓你看得出來 他們如何構成一種 那種 功能性的 狀態 然後 他們的意象 也會變成 審美的一種狀態 所以他這裡就變成說 那個板歸板 支撐歸支撐 支撐的樑 拖住他的牆 有拖住他的牆的 的角色 所以 ABC三個元素的 存在感 就變成了這個空間裡面 視覺的一種品質 視覺的效果 然後這個視覺效果 還可以談論說 他們樓上空間的流通性 因為它是 縮之難的 所以 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看得到 就所謂粗獷儀 先不要談那個磚 先不要談鋪路的混凝土 他在這個空間裡面 已經讓你的視覺 有很多元素 各自存在的狀況 然後 也看得到 他們皮脂存在是為了 完成什麼樣的一件事情的狀態 然後在這種情況 那視覺的這種 複雜性 就是 就是粗獷 就是 就是那一個 那個 Tector的那種 文理的 那種視覺文理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個案子 這樣的方式 我們看 上面 前面這一個 所以後來這一個 到班漢的人 寫的書裡面談到這樣的 英國這個發展的時候 他的書名叫倫理 或是美學 倫理的 在這裡蠻難翻的 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 是一種論述性的 還 一種 一種道德性的 狀態嗎 還是一種 審美而已 就是 我們現在談 很多監督師做的事情 就審美 上次 OK 張偉銅老師來這裡談的時候就談過這種事情 就是我們看到的 如果你只有美 但是裡面沒有其他的 含義 那個美就會變成一個 很虛妄的 一種視覺的感覺 所以他們在這裡談論的事情就是 他已經 也許你會覺得他 粗獷粗糙的不美 但是他談論的就是 整個空間 構組的 倫理性 然後他 形成了這種 組織 的狀態 所以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裡面 每個元素 搬運什麼角色 我們都讀得到 沒有 所以這個 這樣的方式 對 他們 Smithson夫妻來講 就叫做行 隨機能 然後 這樣的一個 複雜構成的視覺 視覺感覺 他 就是因為 反映了他的內部各元素該負擔的 的角色 然後這種角色就是他們各自要有的一種倫理 然後在這個構築裡面的倫理性 所以他給你看到了他 一種超越過感官 美感的一種內在構成的 理性的情況 所以他們稱 這樣的 這個新 粗況主義 談的就是 這樣的一種倫理 所以他們有時候 他們的房子 用了鋼板 所以他也不 玻璃也不見得很 很平滑 那所以但是呢 你可以知道 談到新粗況主義的時候 重要的是 會呈現 這一個房子 不是用 用一個 大家協力同心 然後把我們之間的矛盾 隱藏起來變成一個完整單一的狀態 的那一種 現代主義的 想尋求的理性的整合性的美觀 然後他要談論的是 可以看到內部 元素 彼此合作 衝突 然後形成一種穩定狀態的 那樣的一種 一種 有張力的一種 一種關係 那 當然史密斯省建議對夫妻其實 坦白講 然後 你真的要去翻他的作品集看 你會發現 他們的設計其實都不太好看 所以 在 後來 一般談建築師的作品的時候 很少會談到他們的作品 不過最近他們有一個作品在被談論 就是英國他們在一個 Robinhood Garden 所做的一個 集合駐長 然後 廢棄了 然後要拆了 然後大家出來說要保存 所以後來那個社區都拆了絕大部分 只留在一棟 來作為一個保存 那個內棟房子跟這個有關 內棟房子是在這個觀念裡面呈現的 這個設計是一個 社區開發的筆圖 然後他們稱他們的計劃叫做Goldenland Project Golden的意思就是要呈現說 這是一個很輝煌的事情 什麼事情很輝煌 就是 向道 其實中文翻這個向道 有點 有點尷尬 其實也算是一條街道的意思 就是這個案子裡面他們 很明顯就是 跟柯比毅做一種 一種對話 他們覺得說 你把那個街道的那種鋪出來的 那個空間組織 社群組織的文理 你把它拉高了以後 你想透過 那個 那個中間的走道來 中間的一小段商場來 補救的話 其實是不足的 大部分它還是變成個體的 一個居住的 細胞 所以他們 每個細胞 他們都沒有互動 所以他覺得說城市 他們同意說 城市土地往高層發展是應該的 然後呢 但是 因為這個方向 可以構成很大量的空氣嘛 對不對 要說 他 他構成很多的空氣流通溫光 但是 那個缺少的 設 地面上人際關係 商業帶來的人群的 的 的關聯性 那你要怎麼樣去重建 那他們要提出的計畫就是 注意看這個 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 其實 他的電梯也就是 每 每兩層 停一次 柯比一也是每兩層停一次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他也是每兩層停一次 但是呢 他每一層停下來的時候呢 這一層 這一層 兩側 因為柯比一兩層停一次 但是那個走道的兩側還是有 房子包著 他的建議就是 他們 這一個 電梯層 是空層 就是 他們都做到這些 那一個 空的這個樓層 就是平台的樓層 出電梯 然後出來電梯 就 就像我們現在鋪綠色的部分 他畫了透視圖 打有格子的 是住宅的單元 然後 綠色的部分 他是有一些框架 那他是一條通道 那一條通道呢 就是 這個照片這裡的通道 就是你 左邊踢到了這個通道 然後那個通道 你可以在旁邊 你這上面樓層的 你就走樓梯上去 你家 你下面樓層的 你就走樓梯下去 你家 走樓梯上去你家 你還看到我們看那個美國的影集 有沒有 他們住在 紐約 住在那種老的社區 他們的透天 然後你從街道走過去 然後要上半街 然後上半個樓梯 半層樓才進入室內 有沒有 因為他們的地下室還有一層 然後必須要彩光的 冒出來一半 所以你就要上去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在 複製著那樣的一種 一種街道行為 所以你看這個圖 他很三八 他還在畫一個人喝醉酒躺在地上 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都常這樣子 在大學的時候畫立面 然後我們故意在畫立面上面 就是學生宿舍 有個學生就調到外面來 然後手拉著那個遮陽板 然後在那邊喊救命 這樣子 他的事情就是 把柯比翼 的那種隱藏 在管道裡面的空間 把柯比翼隱藏在管道裡面的空間 他重新放大成一種人際 可以交流的 力挺 空中 走街道 你懂我你知道 你就是說 人 有些人行為 收起來的研究 我們跟人交往的時候 我們站在 站在很靠近的地方 我們反而不敢 去做任何動作 人家每天都擠在101的電梯 然後上班 然後那個女生擠到你前面來 這種狀態 危害了你連呼吸都不敢 因為你一噴氣就碰到那個脖子 那你對他的 他對你的印象就完蛋 但是人通常都是 有一個距離可以讓你無害的 就看到那個人 然後 慢慢的跟他 他措生而過見久了 然後日久就開身感情 所以 他們在 在這個討論上 就是這個是沒有人性 然後這個是重新恢復人性 Smithson夫妻設計做得不好 但是觀念其實是 很有意義的 然後 但是呢 因為他們的意見 因為我們上次有談到CIAM 對不對 CIAM一直 從1928年成立下來 然後到了 那個 戰後結束的時候 到已經50年代了 所以其實他們的那個 那個會員 已經開始要輪替 一些不同世代的人進來 然後 那個Smithson夫妻 他們參加被邀請參加CIAM 他們被放在一個組 因為他們 每個CIAM 組織很大 所以他分成不同組 然後不同年齡層 然後他 陪此有內部活動 有大會活動 他們那一種叫Team 10 然後Team 10那一組有非常多 的人 就是來來去去 就是 裡面 陸康出現過 當下出現過 他們 因為那個時期裡面他們的年齡層差不多 陸康也許老一點點 然後他們 在那個時期裡面已經看到 科比毅的那一種想像 譬如說馬賽公寓那一種 他們已經感覺到 他們的用心 但是 他們也覺得 他們好像舒服了一些人性的需求 比如說我們也在講的那個街道 有沒有 Smithson非常在意這個街道 然後這個 這個反埃可的話 反埃可的話後來就是在荷蘭裡面創造了一個構造 那個 構成 不是 那個 結構 他是結構主義 這個結構主義要談論的事情就是 人要入上認識的話 你必須要分成小單位 再變成大單位 所以他做了一個 超厲害的一個 後來做了一個超厲害的 那個 辦公大樓 然後分了很多的小細胞空間 然後他們 彼此可以看見彼此的活動 彼此用眼睛認識對方 然後中間有條街道走過 然後他們就 把那個房子變成一個 一個小城市 其實他們這些人的態度都 都注意到 人的親密關係 在現代建築裡面是流失 然後要怎麼再拉回來 但是拉回來就會牽得到 感情的狀態 所以這些事情 柯比毅他們就慢慢覺得這些年輕人太刮燥 所以到最後呢 他們就 那個 柯比毅就 就退出了 他創辦了 他退出 然後下一天就結束了 然後但是這些年輕人呢 就開始 就進入 我們在建築街裡面會稱他們叫做第三代 要是他們開始 發展現代建築的第三代 而第三代的主要的特色 就是他們試圖把感情 把那些 那個建築的人性的 重點 重放在建築裡面 像陸康 他在60年代的時候 他把 紀念性 重新帶回去 過度長雕 那一個 日常生活的 平時性的 現代建築裡面 所以 那個 陸康 很重要的角色就在這裡 那 那個單下建山呢 在1957年 要解散 1957 1959 CIM正式宣布結束的時候 這些年輕人就要找一個地方開會 單下就出來替日本做工 說到我們東京來 然後開一個叫做 世界設計大會 想要替代CIM 而單下的成名 就是 絕對變成即將的一個動作 就是在那一次的會議裡面 他提出一個新的都市 計劃策略 那個叫做 新陳代謝論的都市計劃策略 那個策略其實很簡單 那就是把他們 他們有一個廟 就是 分成 兩組 就是現在 那個 那個叫什麼廟 那個廟現在在使用 旁邊已經開始在構築 一模一樣的廟 然後到20年後呢 那個 這個使用的廟 衰老了 他們就把它 辦到新廟來 然後那個老廟 拆掉 繼續按原量重造 所以 他們那個是很厲害的 所以他們 新舊 病存 就讓我們身體 那個舊血跟心血 每天 大概都有一個百分比 同時病存 我們不會像蛇那樣子 老皮全部退掉才換新品 所以 老皮退掉才換新品 那是現代建築的 都市更新策略 然後來叫做 推土機策略 把它產平的再造 所以他們 這一些感情性的因素 你可以看得到 他們 他們也是在 信任 現代主義啊 你看 你看 Golden Lane計劃 它想像的城市 也是由高層建築所構成的 但是相對 一顆比喻在 30年代 20年代提供的想法 會變成 幾何方式 分割 這個城市 他們的建議 更有計劃 而不是 幾何化 所以他們這個 有計劃 是不是不缺 不缺 不缺 實際 這個先不談他 但是他們 的企圖 很明顯的告訴你 他們要 打破 這一個 理性架構的 城市 脈絡 然後變成一個 有 彈性的 有機發展的狀態 這是他們的企圖 所以你可以 這兩個都市 規劃的策略 就看得到他們 價值觀的 差異 就是 這樣的事情 那 粗礦主義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後面可能會壞一點 就是 科比義在50年代 其實科比義在30年代的時候 他的設計 就有變化 當我們在批評他的時候 他其實就有變化 這個房子蓋完的時候 然後是1951年 其實設計在1937年 在1930年科比義就開始大量 重新用木頭 食材 然後很多人都認為 科比義好像是不是要背叛20年代的科比義了 理性的科比義了 其實後來我們大家知道 科比義其實沒有背叛現代 的那一種理性的構築行為 而是他當時呢 很清楚的知道他有一些案子不在巴黎 然後地方上呢 他並沒有純熟的 鋼筋混凝土的工人跟技術 然後也沒有太多的玻璃要從巴黎運送過去 所以這些事情都讓他如果堅持做薩福瓦別墅在那些地方的話 那他就會變成一個不切實際的企圖 也就是他行已經不隨 那個地域性的能夠提供的資源的狀態 所以他令人 就是利用那些純熟的 技術的 比較傳統一點的功能 來塑造他的空間的流動性 而不在意 他的建築形式是不是白色的混凝土 所以其實這樣看的話 如果我的詮釋沒有錯你就知道 其實科比義懂 什麼叫做薩水機能 你懂得知道 然後在這個案子裡面他也是一樣 他在這個過程裡面他用混凝土創造的拱圈 然後那個拱結構會在他的建築的室內 會建立一個比較有趣的空間 所以這一個有趣的拱紅的空間 他的做法其實甚至說 你看到這些紅色的面格 那些磚在當時是當模板用 就是搭個架子 然後把那個磚鋪到那邊 作為我們用木頭做模板的樣子 然後他上面灌水泥 然後灌成那個瓊 瓊龍的樣 那個水泥樣 然後乾了以後 他的這一些磚就不拿出來了 他只要修飾一下 然後他就變成了 他的那個空間內部的裝修 你懂得知道 所以這個事情裡面也是 行隨機能 而這個機能是隨著他的技術 的獨特性 然後才產生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商人 然後他 找他做兩棟房子 一個是兒子 一個是爸爸在住 所以他們形成一區 而且你也可以看到一個事情 在這棟房子是 最早 在屋頂上種草的房子 就是他的屋頂上面利用那個蟲頂 利用那個蟲頂 然後在上面裡面 他就種草 所以 不要再說 科比毅 不愛綠建築 其實他一直都很喜歡 投上漲草 然後早上空空 然後讓草地 從他底下走過去 還在上浮往別墅的情況嗎 所以其實這個事情裡面就是 科比毅在那個時代 他已經 更 很靈巧的在運作 行隨機能的 狀況 而且他 試圖讓他 現代建築的材料 不被約束在 鋼筋混凝土裡面 然後不被約束在 一種很基本的 幾何形裡面 所以其實 在那個時期裡面 他 科比毅形容 他自己的 在他這個階段的做法 他談他用的字眼 Break down 然後這個粗曠的 穩明土 這個字粗曠 這個是混凝土 他用那個混凝土拆模了以後 就跟那個紅磚搭配 但是他在這個地方裡面不太像 Smithson夫妻那樣 會談論行隨機能 是而生然後在不同的 的構建裡面也把他們各自存在的意義把它highlight出來 所以他談論的是 比較美學性的 所以我們現在談的 那個在歷史上我們看到粗曠主義在這個階段 二戰之後 我們 他們兩者共同點 都是在 尋求如何替現代建築 過度理性 過度僵化的形式 然後來填補 一種新的可能性 而這種可能性牽到審美 也牽到到 他們認為 行隨機能 該有的 對 那一個 整個空間 建築意象 來扮演 積極角色的 可能性 那 後面那個 就是 Smithson的 Smithson夫妻 傻了推的 然後審美的部分 那是柯比利 要推的 這樣的事情 那在柯比利的晚年 我想 大概 大家都知道 他的晚年裡面 一個 這個 修道院 就是一個 非常 粗曠 粗曠的 青蛇穩明土 然後粗曠的水泥磚 然後形成 他的那個建築的 整體的意象 然後 裡面的空間本身的組成 你也可以看得到 他不是一個 完整的方盒子 他開始變成一個 多樣構成的 因為他反映 就說這個是教堂 然後 那其他的地區 就是這個是圖書館 然後 上面 上面你看這個立面上為什麼有一條這樣的 細的袋子 這一個通道 這是個通道 通道轉進去的時候 他就是他的 那個臥室 這個臥室後面的也是這種立面 所以你走在那個通道進去你房間之前 以前他都是封閉的 現在他給你一條 縫隙 所以那條縫隙只是陪著你 你還記得 安藤中雄做過一個住宅 那個很長的通道上面 順著外面的階梯做了一些垂直的光源 你一進來的時候 那那些光源會讓那頭通道 暗中有那樣的效果 然後光又變成了一個 一個形象 所以其實我覺得安藤是從他那一邊學來的 他是一條水平線 然後當那個很壓迫 很封閉 只有一條縫隙讓你覺得 不會被悶死 但是走到你的房門 你打開 然後你進去 那個房間很窄 現在你們都可以進去住 然後 一個房間很窄 但是這個房間的末端 就是陽台 光線 所以看到外面的景觀 所以他不讓你在那個 很沉悶的空間 收起來你的感覺 然後就是 變成門一打開的時候 整個效果就變成蓄積性的狀態 所以 把他的 高潮就來了 你懂得知道 變成他的策略 然後他的空間的收放 很強烈 所以其實這種方式 也算是一種 一種粗曠的感覺 就是一個充滿了Texture的那個效果 那這個就更不用說 這個 狼江教堂 這個形體的構成 比較 量體的構成 本身充滿了情緒 你可以感受到 他的那一種神秘的 狀態 在下面我講 引導各位去理解一些 關於 那個 粗曠主義呈現的效果 這個是 陸康成名的作品 在1965年 在校園裡面 他做了一個研究大樓 這一些方塊 就是研究大樓 他的平面 平面的 研究空間 都是一個方塊 你看到這些垂直的管子 是在這個方塊 在四周 的那個 可能是樓梯間 可能是陶生梯或者 另外呢 就是他的 這一系的排煙管 這一些 有不同的功能在 你會看 到現場看他的這個 購縫 你就知道 哪一個是樓梯 哪一個是排氣管 然後他有好幾個 好幾組的方塊的 研究 研究空間 然後變成一個串連 然後四周都有很多管子 所以其實這個案子裡面 他們會告訴大家說 他做的事情就是 現代建築的行隨機能 因為你看到有窗口的部分 是主空間 就是研究空間 你看到這一些封閉的量體 他們是服務空間 次要的空間 所以你看得到這個空間組成 機能的主從 還被讀得清楚出來 這是現代建築要 而這計劃的後面 其實頗無就是 行隨機能 你懂得知道 有人在的 有光線 沒人在的 那是封閉的 但是 最終 這一些被分解出來的 這一些 這一些 機能元素 不只是呈現出他們的 那個合成的效果 而且他們會讓建築 變成一個雕刻性的效果 如果這些東西像 過去現代建築那樣都埋在一個完整的方合體上 那建築房子就是我們現在台北看到的每一棟都是一個長方蜂蜓 然後一個呆呆的方子和方合子 現在你看到他有豐富的本體 那這一個呢 這個是英國這個斯特林 斯特林這個他後來被封閉 然後在 那個德國的司徒家的美術館 還有一個大廳 定名叫做斯特林號 就是他的大廳 這個工程館有兩組 一組是後面這個玻璃造體 低層的就是工廠 所以我沒有放在進來就可以看 然後他的吸管大樓就是這一個 這一座 這一座的例面你可以讀到很多元素 第一個讀到的例面這是平台上來 你會看到這個氣型的量體封閉的有沒有看到氣型的量體 有個斜波 這個是借梯教師 因為借梯教師是斜的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整個體 就是借梯教師加上他的天花板 然後就變成了一個 一個氣型的狀態 然後他後面的這個玻璃管那就是學生遲到的時候 要從後面的樓梯上去 所以這個量體是封閉的 這個樓梯是玻璃亮的 然後旁邊這個長方體型 你會看到他也是用紅磚雖然有點暗用的照片 這裡也有一個階梯教師 一個在下一個在上 然後中間砸著一層方形有水平的窗 這是普通教師 普通教師坐下來的時候 他不需要往外看 你看他的窗就開在他坐下來的高度 然後他是同一個教師 所以他的空間就變水平 水平帶窗 所以你可以讀得到他內部空間的意義 然後垂直高雄那個時候 這邊大片的玻璃 後面是小尖的老師研究師 建線研究師就是會有大量的光線從他背後進來 所以你會看到他不同的形體 然後構築成不同的建築的表情 所以他是現代建築 他沒有用古典語繪 沒有用古典裝飾的符號 但是他充滿了表情 你懂得到 所以以前我們看新藝術的時候覺得好像非要做一些 挖哩挖哩的東西 但是事實上 他現在就 他們告訴 當然為什麼現代主義的建築不做 因為現代主義的 那個早期的大師 他們一直想要壓抑 就是 從新古典主義到 新藝術運動 這一些人 壓不住的 表現性 就是用裝飾語言做的表現 他們不夠理智 所以你會知道 為什麼新藝術 一直都沒有被現代 建築放在 所謂的現代主義裡面 因為他 太多情緒性 太多忠視性 然後但是他這個案子 但是他們 所以他們必須要守得很緊 但是有點守過頭了 所以 過了戰爭了以後 那開始覺得 他們太乏味了 那現在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要有表情功夫 不一定要做很多的裝飾語言 而是你如何 實踐行隨機能 那 這個就是 單下健三 在 代謝論所藏出來 這個房子還在 但是這個房子已經沒有這麼好看 因為這個 他的論述 假定是 這一個都是交通管道 然後呢 他們多出來的這一些 這一些 牛腿 就是可以讓你不斷的去擴充新的房子 就是 這些管道落在這裡 就支撐了一塊樓板 然後那個管道在 在下LC的時候 再多一塊樓板 再多一塊樓板 可以無端的漲 這是代謝論 然後 不要用的時候就拆 在市場沒看過人家拆 所以他還沒有完 填滿之前 這意向是最漂亮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案子裡面已經也是把 那個交通管道使用的 那個平台 那一種語言在建築裡面上 清楚的被約得出來 那這個是貝利米成名的美術館 今天都還在 但我還沒去看過很可惜 我一直很想去看看 這一個 他是從 陸康 那邊學到 幾何體的組織 從 科比奕學到 清水混凝土 的構成 只是他的清水混凝土做得比科比奕 細質太很多 因為 他品位高 然後這個空間的 構成 就是也是從來以前的美術館從來也沒有的 也就是不同的量體 在這個平面上看 不同的量體 圍著一個中庭 特比 貝利米 隱約的曾經說過 他在 他在大阪的 中國館裡面 台灣館裡面 他曾經說過 類似這樣的組織就是從中國的 和院裡面的 學來的 這些都是 和院裡面的商房 然後他有一條 狗狼 把他們串連起來 他圍繞著一個中庭 你懂得知道 那但是他變得 他們的關係 那個商房的關係會變得更豐富 而不是呆板的三合院 然後當你進去那個展 畫展的12號跟一些任何一個畫展間 看展的時候 他市面 他的山面都沒開窗 讓你的視野變成在一個封閉空間上 然後光線從哪裡來 從天窗來 所以他的上面是有天窗 然後你看累了以後 你就走出來 你就走出來就像這個人一樣 他就走出來以後 你要到別的展間的中途 你就會有機會停留下來看著那個大廳 然後大廳有一個非常漂亮的 旋轉樓梯像個雕刻一樣 對 這些建築師就像安城一樣 他們替藝術家在創造那些 美術館的時候 常常他們都不甘願 自己只是一個 幫忙蓋房子的人 所以他們 在這個房子裡面 那個貝利敏就放了一個自己的藝術品 就放在那個地方裡面去 所以你看 這一些都不是我們在八二十時期 看到的現代建築 他們已經有一個 很厚重的封閉性 這個封閉性就是我們說的 有那個紀念性的感覺 因為你房子全部都開滿窗的時候 他採光很好 通風很好 但是呢 他會缺乏神秘性 所以他就是一個生活性的狀態 所以你變成一個封閉的航空間的時候 他就會有 那一種神秘性 然後那個神秘性就可以被 理解為 某種程度是神聖感 或是紀念性的那個意義 然後呢 他封閉的形體 你看這棟房子 本身就是一個雕刻 你知道嗎 所以他有表現性在上面 這樣子 這也是 這個就是 粗礦主義跟 那個現在 早期現在建築是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故意用這兩個 其實如果你 去年有看過 中泰美術館的那個粗礦主義的展覽 就應該看過他 這個是台灣在196幾年的時候 他蓋的 然後 我們現在談清水穩銀土 當時吳明修電圖師 他自己 就教營造廠 做出 比現在很多的清水穩銀土 還厲害的清水穩銀土電圖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很認真的關係 只是這個房子如果有缺陷 那就是太像 安藤 太像丹下堅山做的 那個 那個 那個鄉村縣的那個 那個法 就是 很多的這些 糧 故意變成兩塊 木板 形成木構造的那一種關係 然後就用清水穩銀土 你要扶手欄杆 也是類似 單家的 做法的狀態 這棟房子現在還在 但是他們正在思考怎麼救他 因為後來呢 他們還在這裡加墻邊 加窗口 貼面磚 喔 快撕掉 他們救了前面的那一棟房子 正在 快差不多快完成了 但是其實 這是 台北醫學院在六丈里裡面蓋的第一期校舍的山東房子 然後 他是 他是總務長 就是雲山主長 然後他自己在 幫忙蓋 設計 然後 但是這一棟房子才是最珍貴 要被造他 那另外一個的話 我現在舉的就是漢堡德的 落少山狀 這也是一個 弱難的房子 你看這個最近的照片就是 這樣子 然後裡面就 亂七八糟 因為救國團 以前我們的年代 救國團是比較 中上的 可消費的 去處空間 現在 他已經 管理真的很差 其實這個平面 今天沒時間跟各位說明 這個平面很大部分是從 陸康 在印度的那個管理學院裡面得到那個宿舍 管理學院的宿舍裡面得到的敏感 但是基本上這個案子在台灣來講的話當時 還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 這個房子能夠讓我們看得到 原來行隨機能的建築 他不一定 就是一個長方形 方形 然後把房間排得很整齊的狀態 他其實還是有 表現性的 所以表現性的話簡單的 普通一點的講就是有那個雕塑感 就是整棟房子有他的量體的雕塑感 有沒有知道 那這個是台灣的案例 這是我在他們那個展覽的時候 做導覽的時候 製造出來 給那些來參觀的朋友理解的狀態 早期的現在建築 其實等同這個七草板 說得好好的樣子 他們的內部機能各有各的個性 但是你要建築師要怎麼樣把他們的靈角摸好 然後讓他們收在一個完整的 安定的幾何量體上 因為 你能夠這樣做代表你有理性 你能夠找出事情 然後讓他們彼此 看起來 是一個穩定的狀態 因為 理性 要追求的就是一個最穩定的狀態 那如果理性 不穩定的話 那八個星球早就 亂了 飛來飛去都不想要什麼時候就早就偽妙 然後那個粗礦主義 就很像是 把這個七草板本身的每個單元的個性 重新 再 曝露出來 所以 康的樓梯間 康的排氣 跟康的那個主空間 他們不會被融在一體 變成一個完整 整齊的盒子 那 他會變成是 各自都看得出 他存在的 這種 他的存在感 所以 現代主義 也許在 miss的狀態裡面 我們還可以稱說 他還有一種 完形哲學的態度 完形哲學是德國的 一項 就是 好像這個世界裡面有很多看起來 很多 多樣性的表現 但是其實你會發現這個地球到最後 這些多樣性全部被包在一個 統一的狀態裡面 也就是 一個單一的 形態 這個單一我就 可以暗示各位 這就是現代主義要追求的單一價值觀 而這個 他還是會跌在一起 他沒有 還反映他們存在在群體裡面存在的 個體 然後 但是他還沒有散開 後現代就散開 後現代就不再有整體了 這一個是我來說明60年代之後的 社會的變化 夜戰 讓美國人 年輕人反思 我們為什麼要管地球其他的地方的事情 膝皮 讓他們意識到一件事情 他們為什麼沒有辦法呈現他的自我 然後必須要在 父子輩的價值觀 然後社會 因為 正 國家要求他們的狀態 裡面去過日子 所以 他們脫光衣服 洗米萬藥 也許可以看成另外一個意義 那就是他們對 既有 規範的一種反叛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不見得是一種 貸德的 行為 就是 當然 這個事情有很難分得清楚 然後 然後那個舊殖民地的獨立 殖民地就是莫名其妙的被一個外力 然後統治 按照他的方式 在建議你們的生活的狀態 所以 這一些 在60年代裡面發生了各種 這一些 事情 所以 美國的 美國的反越戰 學生反越戰 黑人 爭取民權 富權 富權也是一樣 在一絲世界大戰左右 好像 美國的婦女還沒有投票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只是比黑人好一點而已 所以其實 在60年代的時候 在整個的社會裡面 多元的價值觀開始跟議員對抗 然後我們台灣算是前進了吧 我們直接把同訓練合法化 你的同訓練的 要求也在這個時候開始 所以在這個時期裡面 建築圈 有人 注意到這個現象 這個人叫做 Fancholi Fancholi本身 寫了兩本書很重要 一本叫做 建築 建築的複雜與矛盾 就這本書 然後 這本書裡面談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完全把報告 建立的 理性的 議員的價值觀 全部都推翻 他談那個事情就是說 建築本身 就是複雜 用給人住的 那人 就算我們同一個家庭 其實 家庭的成員 還是會有差距 所以其實 你要談 現代建築要追求本質 那我告訴你 本質不是 簡化 你懂我意思啊 不是吧 你剛剛看到那個機場版 對不對 就是這些 這些差異性 是不是真的能夠被 用一個角度把它 包容起來 他現在告訴你說 從那個社會的發展 發展 發生 其實 簡化 是美 但是不真實 然後 矛盾並存 的那個意義 會更勝過把所有的事情都 我覺得 你還聽起來 你知道他談政治 你知道嗎 就是 某個國家就是 那個一元堂 我們這邊是多元堂 所以他其實 那個 曖昧 是 一種張力 其實 後現代 談後現代特質裡面 曖昧性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他會讓你有些 琢磨不定 然後變成一種 很有趣的 張力 然後內以外各自獨立的需求 不需要強求統一的 的理論 不需要強求統一 所以 他在這個 建議 建築 不一定 不做壯絲 而壯絲 其實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等於他會頂各位 所以他會認為說我們人 其實的個性 其實這個個性我也是啦 我們都是 喜歡這個也喜歡這個 講這樣也許 不太貼在你各位的身邊 我們講就是說 選擇只有小孩才選擇啦 大人什麼都要 我又要清高 我又要 人家尊敬 然後但是我很想要錢 你懂得知道 我天天都想要吃米其林 就是這些事情 看起來好像是矛盾 你現在我們覺得 你老師你不是應該這樣嗎 老師現在做 多見萬科的也很多啊 你看我們學校 我服務的學校都被抓了好幾個啦 所以 這些事情裡面就是他 他要談論的 那個任秋林很 殘酷的告訴我們說 我們人性其實是這麼複雜 所以 現代建築 尋求 一種 科觀 就是那個 新科觀論 那個絕對性是不是可以找得到 不必啦 你懂得知道 所以 他認為的 事情是 所以他要談論的就是 不堅然的 整體 一個不協調的整體 我們最近身邊有一個不協調的整 的整體 會被談論到很多 有沒有 那個叫做 北溢中心 有一個圓球 有一個方 有一個玻璃體 你懂得知道 很堅然的 堅然的這個字眼中文 是不好翻 他叫做difficult Difficult 英文叫difficult的意思就是 很難擺平 你懂得知道 但是這種很難擺平 其實 我們有時候跟大家講嘛 就是看到一個人 然後覺得好像他的臉 的那個 五官都不太協調 但是 很有韻味 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就是不協調 不正常的美 但是 他會讓我們 會記在心裡 然後覺得越看 越有意思 這樣 有意思不會是說 看了就真的覺得很美 但是你不見而會討厭他 然後會變得很容易留在你的心裡面 這樣 所以這個叫堅然的 的一個難以形容的狀態 然後呢 他那時候 寫這本書的時候 他 建築的複雜與矛盾 他幾乎拿文藝復興的 的案例來說明說 過去 在文藝復興 你講究理性的時候有多少建築是不理性的 你懂得知道 譬如說 米戴郎基羅發明的那個巨柱的那個狀態 以前所有的古典建築的柱子都是 支撐單一空間的 就是 我們說一層樓的意思 因為他們過去的時候沒有多層樓的建築 所以他們的柱子都是配合一層樓 所以在文藝復興剛開始做成高層的時候 五六層的時候 他們想像中的例面就是 一個一層樓的房子疊七次這樣 你知道 但疊七次都同樣一個例面 就很乏味啊 所以他七層樓會用七層不同的柱子的組合的狀態 所以會看到一二三四的獨立存在 然後 米戴郎基羅做管理的 他就是一根柱子做到頂 你懂得知道 然後但是他的氣勢夠大 這樣 所以他為了反應 證明他這件事情 他帶他的研究生去一個地方做填調 那就是拉斯維加 當時他們去了拉斯維加 剛起來不多久吧 所以其實拉斯維加的房子沒有一個是 值得談論的 他的意思是說 但是呢 你進去的時候你也看到拉斯維加白天的時候 然後都是一些鋼板膠牌 很 很 很低俗 無味 但是問題當中晚上的時候 燈光一亮 那一些房子都看不見 你只進去的時候又看到他 金兵輝煌的狀態 然後 他變成美國 人最愛去的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他帶他們去研究 他們發現 他們行不隨機 然後都是壯子 但是人都愛去 因為 他們在這個地方裡面 給你 反應人性裡面要求的 一種 多 複雜的 那種有趣的 事物的堆疊 然後這種堆疊是不是真實 有時候 不太重要 因為他的空間的真實性還是 就是 你要把那個 內部的真實性反應在量體上 太辛苦了 他們很可能只是一個棚子 然後裡面 很好用的桌子 很好用的椅子 然後 那他們自然就用了沒有問題 然後五光十色那些都是虛幻 但是虛幻讓他們覺得很暗 所以他覺得 我們要向拉斯維加學習 然後在這裡 他做了一個 很有名的圖 就是 如果你要做紀念物 你根本不需要假裝說列寧站在很高的層樓 然後也不需要 不需要幹嘛 你只要需要在一棟房子身邊的牌子 就說 I am Mollyvin 你用假的就好了 你會 多省錢 然後裡面就很好用 他做了一個案子沒有成功 但這個案子 我覺得很棒 我在 在大山設計被當掉的時候 沒機會做設計 我看到這個案子 我就在把他的頭面蒐集起來 在我的寢室裡面把它做成模型 當然這個模型不是我做的 是他做的 他要做一個小鎮 的市政府 所以他的量體 其實有 滿滿的機能 所以他根本 覺得我根本不需要花時間去把那個機能排排排排出一個很有 形的樣子 行水機能嘛 我只要把它排得很合理 一個很笨的方盒子 然後呢 我要對外表 以前我在城鎮裡面 我是老大的那個態度的話 我在這個房子的前面 加一道假牆 這道是假牆 我那時候那個時代裡面很愛做假牆 這道牆 沒有任何意義 他只是幫忙 就是那個排龍那樣 他讓這棟房子把他內部的機能 鎖鎖 所以不能統合的 他用一個虛幻的拱形 那個框把他包起來 然後這一個扯下來的是什麼 這一個在拱的結構上叫做keystone 就是拱形石 但是在機能上呢 他是他樓上的會議空間的那個冒出來的形體 所以 他這個會議空間的大波裡面 然後在這個 這個拱形的上端 他就掉 你看這個透視圖 他掉了一個 國旗上 你從平面上看這個國旗最少有兩層 這國旗超大 這就是這個傢伙做的動作 就是把那個水果罐很大 有沒有 然後他就是 用這樣的那個普爾藝術的方式 把那個國旗 變成了一種 標示 然後 很小的房子 頭 臉上掛一個好大的國旗 所以讓你看到國的偉大 然後你忘記我的身體的萎縮 你懂得這樣 所以他就是用這種虛當聲勢的方式 然後說 你要完成一個有意義的例面 你看我這樣很省錢就做完了 你幹嘛還要這樣 那麼複雜 所以他這個態度裡面其實是很有趣的 這個就是他剖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國旗垂下來 然後這一個是會議室 會議室在這裡到這裡 然後這一個是上頭的 的空間 所以 這就是 Venturi帶來的 對現代建築的一個 一個 一個訪論 就是說 我們根本不需要這樣 然後 那個時期 他幫他媽媽做了一個助長 這個助長已經變成 那個 這個 兵州 就是 這個兵州 變成這個地區裡面的歷史 古蹟了 很厲害吧 他還活著呢 他還不剛過世 1964年他幫他媽媽做一個助長 然後這個助長你看那個立面有多偉大 一個大的 小頂的立面 然後 有一個拱圈 然後製造一個大的入口 其實這個入口一點都不大 你看平面就知道 這個入口 看起來開了這麼大的空間 其實門就很像安藤的一個助極之場 助極之場那樣 就是進來是從側面跑進來的 然後 很大很 對稱的立面 但是你一個仔細看你會發現這個立面的對稱性很怪 就是看起來是對稱但是兩個窗口是不對稱的 就是他 事實上裡面呢 左邊是請 握室 然後中間開個小窗口是廁所 然後右邊這一邊是廚房 所以廚房沒有辦法看大窗 他只能看水瓶窗 所以在這種狀態 你會看到 他 他要諷刺一件事情 你要一個 對稱的 彷徨的立面 但是你內部撐不住這件事情 你看他好像是個大窗 然後你到側面去看的時候呢 他扁得要死 所以他看起來很像是一個 一個木板 你懂得知道 很小的一個房子 這樣 然後在那個立面 本身的立面 其實就像個木板貼在他前面而已 你懂得知道 就像那個假牆那樣 所以他所有的真實性 開窗構成的 那一種差異 那是他內部空間的真實性 然後對稱的對外的 形成的那一種很彷徨的感覺 那是對外 然後但是事實上他要凸顯這個房子 要對外要對內 他的矛盾性 他這個房子剛好在這一邊 前面是 一條通道 旁邊的房屋都在這裡 不知道他為什麼買到那麼好的位置 從這裡走下去200公尺這一邊有一個房子是 入康舟的設計 差不多同時蓋 我們去參觀的時候那個房子還準備占賣 所以你看 你看那個平面多邊 你現在建築 哇進來了以後 然後上二樓的樓梯要跟那個火爐 然後 糾纏在一起 還曲曲折折 然後才爬到二樓去 二樓只有一個房間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面 這個很典型的呈現 那個Venturi在《複雜與矛盾》這本書裡面談的 這個 建築的真實性 其實 其實不是 這麼理性 從容 整然有序的狀態 他很真實的狀態是 必須在 虛幻的 社會社交跟 內在 平伐的真實性之間 會尋求 一種 矛盾性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那個 那種 暧昧的矛盾是今天我們到這個房子裡面去看的時候 當我們繞他走的時候會覺得 哇 這個房子充滿了出負意料的感覺 進去又 哇 又是出負意料的感覺 所以 相對的 你就可以感受到 他居住者本身 那個真實的狀態 那你要說真實 這個就是真實 所以 這個就是 Venturi的 藏法 其實我覺得台灣 台中 這個還在喔 在過去的中 中 中新新村 現在好像是個咖啡廳 以前是那個新人報的辦公道 邱澤蘭在這裡做這個立面的時候 其實過去在他同代的建築師都覺得他是個不負責任的狀態 因為 這個立面是完全毫無章法可言 這就是一個板 你看 從後面一看 你就會看得出來 他根本就是 整個的立面裡面 多出來的這一塊板 有沒有 就好像一個很 很 很簡單 笨拙的 長方形 用水泥 柱子 然後紅磚 填牆面 然後構成了一個 台灣那時候最基本的設計的狀態的 一棟房子 然後在 臉上再掛一個面具 然後這個面具反映不出樓層的關係 而是變成一個圖案 然後在這個圖案 這個圖案甚至很像 我們在擠蛋糕奶油那樣 就是 擠出來的那個樣子 所以他其實給你看到的事情裡面 就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這個房子當時以台灣的談那個基本的 所謂現代主義的 的那個 那個 基本造業派的人來看的話 會覺得 修正蘭是個 瘋子 然後是個不符責任的建築師 然後把建築當作 這一個 這個圖案來做 其實他做的就是 I am all of you 這個事情 你懂得到 所以 某種程度我有時候想 如果台灣的建築師不是只有技法 不是 只有學習別人 你看他年份還比那個房子還要早 你懂 就是說 他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有 我們的真實經驗轉化成理論 其實我們可以跟整個時代對話 你懂得到 我們沒有理論的時候我們就被情緒發洩 所以等到人家做類似的事情有理論的時候 我們才恍然到 原來我做的事情還可以有這麼大的 那種想像在上面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不能夠因此而覺得你就跟他一樣 因為你從來就沒 你的思路 你做成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的思路是這樣過去的 他的思路是這樣過去的 他這樣思路過去的時候 他後面就一直發展出一些連續性的事 你這樣一過去的時候 你又串到別的東西 又串到別的東西 他只是你過程中的偶發 因為我們也真的沒看到 那個 修德蘭以後再做這樣的 的例子 你懂得到 所以他只是個偶發 所以就是他 然後在1972年的時候 美國發生一個大事情 這個建築師是 20世紀 最偉大的建築師 坦白講 沒有一個建築師比他更偉大 他蓋過兩個 兩個重要的作 作品 一個就是這個 然後蓋出來的時候 當時有100多棟房子 然後另外一個他蓋的事情叫做 美國 紐約 雙塔 第一個建築師 兩個作品都得過牆 兩個作品都被炸彈掉 就是 這個 這個叫Isao Saki的 這個日本建 日益美國建築師 他 當年1950年 這幾乎就是科比伊的構想 蓋出來的社區 然後但是沒多久 落成沒多久 這個社區又要安置 那一些低收入的黑人 然後黑人進來住的時候 為了維持社區的適用 所以他們不能隨便改油漆 不能把自己的窗口去紅色去藍色 然後必須要維持的 然後不能在窗口上面加任何物件 理論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黑人會覺得說你幫我改善了 我從平民庫這邊改善過來 我以為我比這些人幸運 結果進來了以後我什麼都不能動 我反而上監獄 然後每天工作回來的時候 朋友來找我的時候 我還要念說第幾棟他才找得到我 因為每棟長得都一樣 所以那個世界都平均 那我跟各位講 科比伊的平均是社會主義的平均 是理想 但是人性的平均就會發現我失去自我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在那種狀態裡面 平均 這個平均的兩個極端 你怎麼平衡 這個是個問題 所以到最後 這個地區就變成了 警察都不敢進去的 平民庫 就像以前香港的那個九龍城寨那樣子 然後到最後政府只好用一個辦法就是 把他炸 一棟一棟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們有些研究建築史的人就開始談論 說 在1970年代 這個 他在做他的博士論文的時候 他研究現代建築發展的狀態 然後他發現 其實現代建築 已經有很多的變化 從單一價值觀 然後開始有人在談論 一些相仇 有人談論一些反諷的策略 所以建築本身已經 重新再把一些以前會視為不合理不理性的 裝飾的動作所構成的一種奇特的表現 那不符合行髓機能的表現 他們其實已經不知不覺的在底層形成了一種氛圍 所以他就開始在他博士論文裡面開始整理出有多少種不同的 可能的派別 然後他會發現這些人 提此不見得都有共同的溝通點 我很可能我一個人就是個派別 我自己知道說我要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他就發現說 其實先 歐洲的建築社會 到了1960年以後 他們已經 慢慢的 不動聲色的 違背了 現代主義的一人家之外 然後他們開始變了很多眾生喧嘩的主張 然後這些眾生喧嘩的主張 團體都不大 所以你無法把它變成一個統合性 像我們在談 前現代的時候 所有這一些不同的派別 慢慢慢慢都被巴士吸收 然後把它整合成一個單一的 的完整的 體系 就變成了現代建築 他現在發現現在這一些 好像要開始從 現代建築的單一的價值觀 慢慢擴散 變成 很多眾色紛紛的狀態 所以他無以名狀 沒有辦法形容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主義 所以後來他的書 他就寫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你用就會 Post-Modern上面沒有譯受 你懂得知道 所以他只講 現代主義 之後 的建築狀態 你懂得知道 現代主義是一個朝代 但是這個朝代好像已經 某種程度 不知不覺 被很多的諸侯 形成的 各自的主張 然後取代了他的 統合權 然後但是那些各自的諸侯 卻又沒有辦法 再統合成一個單一的主張 變成另外一個朝代來代替他 所以他們是並存的 你要注意一個事情 後現代的時期裡面 現代主義沒有消失 現代主義只是從 獨一獨大的 的價值觀 落下來 跟其他的價值觀 平起平坐 所以他變成了 沒有一個單一的狀態 沒單一的狀態就沒有那個意思 沒有統一的意思 所以他就叫做 Post-Marvin 這樣 所以還有很多種 其中還包括 現代主義那一種 所以 其實現代主義雖然是 包括在這裡 但是他們也已經 適度的做改變 就是 他們知道自己被批評的是什麼 然後開始做了一個變化 那 在這個時期裡面 多元價值觀 後現代我覺得最 最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斯特林 在做這一個 Stuggar 的那個當代美術館的政見 這個房子你去Stuggar的話 他就在車站後面 所以你可以從後站 過逃到馬路就到了 然後在他 後站的旁邊 那還有一個 很有趣的圖書館 去那邊其實很好在觀察 那 舊館在這裡 那個時代裡面 有很多重要的圖書館 美術館 中央美術館在改 擴充 最有名的 就是羅浮宮 對不對 然後 第二個有名的 就是德國的納稅 紀念館 在一個舊館裡面 擴充 然後這一個呢 他裝飾 裝飾藝術的 彈籃館 然後他也從這個老房子裡面去擴充 所以這個參觀的方式目前現在是從這個館先看 然後在展覽區裡面就是二樓的展覽區裡面 未有天橋可以讓你到舊館 然後再連在一起去看 那樣子 那 在這個構成上面這個 這個study的 規劃 其實有一個非常後現代的動作 也就是說 他不會 把 一個不小心他就會變成一個單一的大館 你懂得知道 然後就會把這個小館的感覺吃掉 所以他可以 把這個集團變成一個地盤 然後還變成三組 這是展覽館 這是他們辦公室 然後從這裡走過去的時候你注意喔 後面 斜屋頂都是社區平凡 但是這一棟不是斜屋頂的喔 也是他們的一部分 然後這個是音樂的那個 那個學術研究部門 所以其實這個美術館 是 針見的部分是這樣 但是你一個不留神呢 你會發現 他變成一 二 三 散東房子 我們知道 他就是把一個 單一的建築體 碎化成 三個建築體 所以 他們碎化的時候呢 他們的量體 會讓他 這個巨大體 會融 散碎 然後讓他 譬如說你穿過去的時候 你走在後面的街道 你會覺得他跟他們的 的 的量體 尺度感是差不多的 就融入他們的環境裡面 然後他自己的展覽館呢 你看他說他的展覽館在二樓 他這一排 摸織形的構成 其實 也是在回應的這個 舊館的這一種 展覽館的 寬度 所以他靠在他旁邊的時候 就靠在一起的時候 他也不見得選的比 就是他不會比這個舊館 還要更長眼 所以其實這個案子裡面 很厲害的建築 建築師很厲害的事情是 建築師 試圖用碎畫的手段 讓建築本身 融入 那一個基地 不論是建築還是 街道 的文理裡面 然後讓你不覺得他 變成一個巨大的怪獸 好 就什麼叫巨大的怪獸 你去 我們的那個國務紀念館後面就看到那個巨大的怪獸 你懂我意思啊 然後他就是 試圖讓他 碎散在那裡面 然後很重要的事情是 原來基地有一條便道給居民從車站這邊可以走 走回去後面的社區 然後他在設計的時候被提醒他留著 所以他最後呢 他在這個空間裡面這個是不是羅馬鬥秀場 然後這是一個屋外展覽空間 但是他們的民眾 可以 從屋外的這條斜坡 上來 這個平台 就是從這個斜坡 上來這個平台 繞過這個圓環 走到後面 的那個街道區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可以看到 那個 那個展覽區裡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像這些人 這些人都是在外面 這不是在裡面 所以 內外 他在這裡 的那種 各自 清楚獨立的秩序就變成很曖昧的 被混合在一起 剛才講那個曖昧嗎 對不對 所以他就開始就是 這些人在管內 這些人在管外 然後他們會在這個空間裡面 也是視線可以互相 溝通 然後互相交談 所以這個案子很重要的事情 他說明一個後現代 他會不單純只是說牆壁上面的貼的那個石材 會 重現古典建築貼石材的感覺 因為他這個房子可以貼石材 然後但是又可以用金屬玻璃做出一些現代型的 那種玻璃的空間 然後讓量體本身跟周焦的環境 融在一起 讓他建築從單一的整體 變成碎化的 那種 個體 然後讓整個空間能夠 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非常 很 就是 我們對 台灣很多朋友對後現代的理解 一個不小心 都是以為後現代都在做古典樣式 古典樣式其實只是一種 古典樣式代表的是什麼 你在你的 那個國家 你有你的傳統 那你要做傳統的形式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你對你國家傳統的相處 你做你地方形式 那是你對你的地域性的相處 這也是感情 你懂得懂 然後呢 你在這一個空間裡面 你要讓這個空間整體 建築形成的社群關係 社群那種 那種均衡性 你要能夠回合在 那你故意讓自己 分段 那也是一種 照顧地方 那個文靈的 的一種感情 所以他會 他會有很多種表達 情緒的動作 所以其實 後現代 對現代主義 這樣回想 他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提醒 現代建築 你過去的時候 太著重 理性 的 絕對性 所以在那種狀態裡面那不是真的人性 人性需要有感情 但是感情的泛濫 就是做太多的相酬型的建築 所以一開始 後現代 不論是台灣還是其他地區 都很喜歡做傳統形式的 再利用 你都會知道 那就是一種 鄉愁 但是到了80年代以後呢 就大概只剩下 小數的建築師 還在做這種鄉愁的 運作 然後他們就開始把 更廣泛的情緒性 放在建築上 比如說 Zaha 做的那些流線型的建築 他就是要突破那個方盒子 然後他讓你看到建築形體本身的 那一種 有另外一種視覺的可能性 甚至是美術 美術性都可以 但是這個事情就是 如果他能夠照顧到室內的空間的使用狀態 那他也能夠 照肯現出把建築變成像一個雕刻 那有何不可 你懂的是吧 所以他就是 他也算後現代 因為為什麼不把 洛嫂變成後現代 因為洛嫂的幾何的理性感還是很重 很強烈 這樣子 所以大概 但是 Tuhas的那一個北域中心就是 這就是歷史 語言的 的在線 其實他本身就是跟 那個結構啊 那個平面啊 你看那個平面 他就跟一般大樓沒兩樣 但是呢 他的外面的裝修貼石塊 到結束的屋底處理 他用了那時候 那個 在那個 19世紀的很有名的 那一種家具廠商 他們處理這種家具的 用古典建築的元素 來修施的一種收藏方式 他用類似的方式來收藏 所以讓這個房子有古典感 然後其實上面的屋森 你拿 你拿那個蘇利文做的辦公大樓對比的話 他沒有什麼差別 只是分割上的差別 然後但是在底下的時候呢 他會給你做出個非常古典的入口 很像過去的宮殿跟 那一種 那一種 教堂 那但是平面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這都是用食材包出來的 你懂得知道 就是 他很像一種 完全不同的期盼 在 做一種商業 他在 那個 這個Gigago的 不是在 那個 紐約那個地區 裡面 他很多這一種 不同時代的 高樓 那相對於 早期做的 然後 相對於中期做的 玻璃圍幕牆 那他變成一種 更複雜 更 中和的 狀態 這樣 但是當然這些比較商業的 狀況 那我們台灣的李祖元 做的 那個敦王漢宮 他就是 把那一個 山 那個什麼 公寓的 高樓的狀態 然後利用容積力的變化 然後讓他變成有一個層層積積 像一個山的那種形態 然後每個房子 他的陽台就還開始變成 加了這些圓的 那個方的就很像他的家出來的時候有個亭子 有沒有知道 就是每個人的房子在上面還有學屋頂有沒有 就是有一個亭子的那一種意象 然後這種意象也就是對傳統形式的 訓練 比如說 他是一種 那個 那個對 相仇的一種回應 那另外一種現代主義者的 的那一個 那一種 後現代呢 就是 像 Roman Forster 相對於旁邊這棟房子充滿了 Art Deco的那種 也有古典元素 也有Girago早期的 辦公大樓元素的這種構成 這棟房子 幾乎就是現代的裡面用鋼 跟玻璃 大面 維木場 構成的 但是 以前做這樣的房子 從mix的時候開始 都可以把結構放到裡面去 然後讓建築看起來好像很完整的方 那個 那個量體 完整 然後俐落的形態 但是他這一次是可以把 那個結構放出來 讓你知道說 這個房子是如何被構成 而且他又變成他的表現性 這個房子本身的結構很特殊 我在這裡掏藍色的 這棟房子就是這幾組柱子所支撐的 這是一個大垮鋸 然後這些柱子是四根柱子形成一個 大的柱子 然後這些大柱子 他們 皮質上面 會形成一個像吊架的形態 這個不是 造型喔 這真的吊架 吊架跟吊架回合的地方 這條白色線是一個cable 所以叫鋼籃 然後這個 這個設計裡面 也就是 他們利用這一個 這一組鋼籃 然後就吊住這裏面的樓板 有沒有看到 就是 八組 然後他們各自有個吊架 吊架在這裡 然後那個地板就是一片 然後他們就把它吊起來 然後吊起來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 六層樓形成一群 然後被吊起來 所以他們裡面一根柱子都沒有 這邊柱子是撐著他的中庭 因為他中間有一個大中庭 然後拿一張光線透出去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吊架的事情就是 他不只反映了 現在主義所需求的 新有創意的結構表現 然後同時 他也把那個結構的表現 變成建築形式的表現 然後這個建築形式 吊架吊成一群房子 這群房子的人 理論上電梯是上到這裡 這裡有兩層樓高 變成 那個Smithson 說的那種 空間層 但是後來沒有變成空間層 變成主管層 然後他們從這裡電梯上去了 到了這裡的電梯以後 他們要電伏梯下去 這六層樓 這電伏梯下去 六層樓就會讓 這六層樓的人 剛剛我還在談說 101路上去你就站那個女生的後面 那是很緊張的空間層 然後但是你擠上來了以後 你就會從電伏梯走動 然後你看 你每次從電伏梯上下 你這一群的時候 你就會遠遠的 脫身的就看到這個女生 你在安全的距離裡面 你跟他見過幾次面 你跟他點個頭 他也願意跟你點個頭 你知道嗎 這就是他談論的 怎麼去 抵抗 現在建築 這種上101的這一種 高層大樓 巨量化的把人送進去 把人送走 所產生的機能性 中醫人性的 的處理模式 他把那個社群的狀態放進來 我們住在同一個社區 所以我們在社區的街道裡面 經常不齊而喻 然後有足夠的距離 讓你知道我不是 臨時跑進來的壞人 然後我們會有一群的 有形跟無形的 那種 所謂的群 群落感 雖然我真的不會知道你的名字喔 但是我就知道你是我們社區的人 你知道嗎 就是有那一種認同感 所以他就是用這個方式來打破 那個後現代 諷刺現代建築 單一高層樓 裡面那些人 他完全 變成了一些 就是工作的人群 而不是有感情的人群 這個就是 後現代 後現代的處理 現代主義的方式 所以他是現代主義面臨這個 這個挑戰 其實他不需要 去 回復相仇 然後要做一些什麼古典形式 就才能夠回應這個 情緒的需求 那 Norman Foster 年輕的Norman Foster 讓我們知道 那個 現代主義的理性 技術性都可以 另外一個就是象棋團 很久的作品 那時候的黑色的照片 所以你們現在能夠看得出 在這裡有一棟房子在嗎 看不出來 你仔細看 這一些看起來好像是 樹幹的裡面 其實有一些是柱子 你知道嗎 然後屋頂 他沒有屋頂 因為他這一棟房子 他上面加了一個網子 然後讓房 直接爬滿他的屋頂 所以他仿佛是連起來的樹籌 你懂得是嗎 就很像我們去成功領當兵 然後就插這個 這個花草在頭上一樣 變成一個偽裝 所以其實這張照片勉強可以讓他看得到 他做很簡單的 柱子 然後架設一個屋頂 然後主要是上面架設這個網架 然後網架讓他的房子 就仿佛已經隱藏在樹林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某種程度是 後現代的一種做法 他不理性 然後他 設法 讓建築跟自然融合在一起 那種狀態 所以這個真蠻厲害的 那其實我另外最喜歡的後現代的作品 之一就是這個 所以我經常用他做 做看頭 這個人叫做Adrosi Adrosi在戰後的時候 他是 他是 主動去反思 現代建築 對 歷史 連續性的欠缺 他覺得人類的歷史 人類的文明其實真的是從歷史 我們雖然有不同的變化對不對 但是歷史其實也一直在旁邊在形成一種助力 因為不論你反歷史還是 稱讚歷史 如果你 沒有辦法你反歷史然後你沒做別的事情 那也是白做 你喜歡歷史也就把自己變成古人 那也是白做 因為這個世界 沒有進展 所以最理想的狀態就是 你反對歷史 然後你能夠提出來說歷史不足的地方 然後你會把那個人類的發展往前帶走 你懂得知道 然後你喜歡歷史 然後你有讀懂歷史在過去的時候 他怎麼反叛他的時代 然後帶出新的事情 你可以用這個包容的方式裡面去理解 也是可以 把歷史 往下帶進去 所以在那種狀態裡面 那個阿德羅斯坦他就覺得 現在建築早期的時候 過分的把歷史跟現代 分成一條界線 所以他覺得他 需要他的設計裡面 經常都是以現代手段 然後再帶上 古典的韻味 但是他跟陸康不同的地方是 陸康只是把古典的氣息帶回來 他沒有把形式帶回來 羅斯特 可能是義大利人的關係吧 他還是會把形式帶回來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流動劇場 他仍然有著一個文藝復興式的高達 的一個基本樣子 你懂得知道 他雖然壯志性變得很少 但是他還是有濕度的對稱 然後有那個量 底部底座跟那個圓頂 的那一種基本架構 還會讀得到 陸康不一定給你讀得到這些事情 所以陸康更貼近現代 比如說 他比較貼近後現代 在那一年 他辦的 他 他 以他的概念為主 雖然不是他做主車展人 然後 威尼寺 他負責做一個 劇場 然後這個劇場是漂浮的劇場 是坐在一條船上面 然後所以你看到這個劇場基本上還是 剛夠的 然後但是形式是古典的 但是古典的形式會被越輸 用理性越輸過 所以他只殘留他的 他的形體 他的形態 而不是殘留他的 他的裝飾 的文理 你懂得知道 所以他看起來是 很現代的 普遍的量體 但是他 他某些量體 還是會把你帶到歷史去 這樣的感覺 然後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認為說 他這艘船 是反映了魏尼斯 的 這個島民生活的 的感覺 這個所有的歐洲人都會跟 諾雅方舟發生關係 除非你不信天主教 所以他覺得 他的 他的這個 這個房子的 原型 有某種程度 從諾雅方舟 的想像來的 然後 他也有某種程度 是反映了 那個 威尼斯人的日常 威尼斯人 活的時候 享樂的時候 有錢人 他是在這個船上面 然後聽音樂 吃東西 然後遊河 這樣的一個狀態 他死了以後 他的屍體也是 用船 去運送 所以船 代表著 他們的生死之間的 的一個 一個 必然的 那種 關聯性 所以 對 Rosey來講 他不是只是單純把一個劇場放在水裡 而這個劇場有點像我們 台灣 基隆方水燈 在嗎 就是 他一個燈 有點 招魂的意思 有一點 魂不一定是鬼怪 而是跟 歷史 做對話的意思 然後所以 他安示的事情就是 當 當下的生活 然後跟 那個 威尼斯的日常 然後跟他們整個宗教裡面的一種隱域 然後這個船 每天 會在 威尼斯的各島裡面 去漂浮 然後 在裡面做演出 所以我很喜歡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可以反映出後現代 尤其是 那一種相仇意識裡面 是 呈現的 最 失憶的狀態 他有理性的方式去修飾古典的元素 然後當他放在大海裡面 然後像這張照片那樣 呈現在一個大海裡面的孤零零的漂浮 彷彿在敘述著我們在這個 人的生命 然後在整個宇宙裡面 我們的一種 一種存在 獨特性跟 漆良 的本質 然後我們就在裡面 就像他們在 威尼斯島的船上面 然後 生死都在上面 所以這個 這個動作 是 在建築來講我覺得他 很能夠 作為一個展演的 建築 他很能夠把那個地方的獨特性 歷史 因為沒有一個地方 他們的 生活很依賴 在船 因為我們都是17車 對不對 然後船很容易讓他感覺到 大海茫茫的那種孤雞的意向 所以熱鬧跟孤雞其實都在這裡 然後過去跟現在也都在這個船身上呈現 所以我覺得最棒的 後現代 他其實就是 能夠呈現這樣的事情 如果你允許 你被允許在 設計上面加入感情的元素 然後你願意加入對歷史的情懷 那你如何把那個歷史跟當下 那個允許性能夠調和得這麼 妥當 然後也呈現的 那個感覺就是 不會說全篇到古典 也不會全篇到現代 然後剛好 他就是 變成一種 所有的元素 都是他的元素 你能夠說 那樣的一個 均衡感 我覺得這個 這個案子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我整理的一個版國帳 如果各位有興趣你可以趕快把他 留下來看看 這是我自己整理用來作為參考的 現代主義的特性 最highline的事情 也許我應該把那個就放 放成出體制 就是個性 個性衍生下來的時候才會有 跟那個 個性會成 彈力你的個性 會很容易變成一個單日價值觀 然後 他 所有的事情都會變成整體性 整體性的擴充的話 那就是 國際的整體性 所以他會有國際性 然後有自己的個體的存在 那就是 會呈現 原創的 另外一個意義就是很獨斷的 很 當下的 然後 他 理性 這系統下來的時候談論的就是 最 根本的事情 那是抽象的 跟 幾何的方式 就像我們 看那個 那個 構成主義啊 跟那個風格派啊 他們就是 圍到這裡來 所以他是 很嚴謹的 一件事情 但是後現代 產論呢 他就開始變成情緒化 所以他 會有 很多 那一種 零碎的 多元的 因為 他們 變成多元的時候 很多的地域性就會 都會出來了 地域性一出來的時候國際性就散開 你現在我們看蘇聯好像是單一 對不對 現在蘇聯解體 然後我們看到 愛沙尼亞什麼國家 他們就各自有他們的意義就出來了 這樣子 所以 他 在因為感性的有時候就會英雄的 然後就會談論地方的傳統 然後 用感覺 來處理事情 然後 用形式來處理事情 然後 或者是 他會變成一些隨機反應的態度 所以 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是後現代的建築 如果做了成功 他應該有這些事情在 在上面 就是 這樣的一個 狀態 好 這次最後一章 我們這一次 在 談論的時候 就是現代建築 在上兩講的時候 已經進入了一個 一個完成 完成體系化的狀態 然後等到他 變成 這個社會 變成一個 獨一的價值觀的時候 他也就開始受到挑戰 然後這個挑戰 在目前來講 我們以一個後 後攝的早就觀察 也許 粗況主義式的開端 然後再下來後現代 那就是一個 很強烈的 就是對他們的一種 用 用否定式的方式來 對抗他 或者是在 逼問了現代主義說 那你怎麼面對 感性的 感性的元素 你懂得知道 你說你不要忘了 人 除了理性 還有感性 除了物質 還有精神 那你要怎麼去 回應這個事情 所以從一個 一個樂觀的角度來看 這個階段其實 對現在建築來講 不是否定的一個事情 而是變成 讓他 就是 面臨一種 被 被 被考驗的一個狀態 這樣子 那 後現代本身 的 批判 會顯得更激烈一點 但是後現代也有他的 缺點 因為 過度感性 的時候 就會讓 建築本身 就 忙於 去處理那一些 傳統元素的 動作 然後就忘了 如何去 回應 我們當下人的 新的需求 你懂得知道 這個例子我想 我很大膽的 如果你去看漢堡德先生 的 的作品 你就知道 他到晚年的時候 他其實很認真在思考 怎麼有一個 可以跟中國傳統 接上 但又能夠反映 人類 當下 其實他那時候 他已經放棄反 反應當下 他想反映的是 人類 最核心 裡面的 的價值觀 所以在那個時期裡面 他 不斷的 就是把 他不再重複才傳統建築 他只有 他只有墾丁 新聯合動中心是復古形態的 他其他的部分呢 他都是 創造性的傳統做法 所以他把傳統語言 重新在 全師 變形 然後來 呈現 他 這個動作其實就是希望他的設計裡面 能夠多一個元素 如果他成功的話 那個元素會把我們在當下使用的建築 那個感情會拉到 跟很遙遠的傳統的情緒做復印 這樣的做法 我個人 在現代的建築裡面 我大概只有在 Lewis Khan 的作品裡面感受得到 你都會知道 但是 但是 那種說 漢堡 師父沒有很成功做成這個動作 那但是我的意思也就在說 他的企圖已經很值得我們尊敬了 這樣 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現在我們的問題在下來的時候第10章 就是 侯先生也過了 現在進入該如何反應侯先生 給他的挑戰 然後接下來的時候 也剛好 那個20世紀也過完了 你知道嗎 因為後現代的衝擊大概在80年代出來 所以 現在建築熬過後現代的時候大概是90 然後就接近 那個千許年 所以 我們下一個單元 也就是在 談論 就是 在面臨21世 20世紀 快結束 那就很像我們的單元從 19世紀 後期 然後開始談論 20世紀初開始 西方建築的變化的情況一樣 那21世紀會是怎樣的一個狀態 當然 我不是神童 我沒有辦法預言 我只能夠 歸納觀察 現在發展的狀態 所以 下個 單元我們 會 分享這樣的一種觀察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好